我們來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今天下午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是 OneNote的一個翻轉學習平台 那因為在其實不管是醫學也好 或者是一般的學校 是不是都有很多教育訓練的機會對不對 各位有沒有發現你在上課的時候 如果不小心分心了 或不小心那一天技術性缺課 你該怎麼辦 只能跟同學要筆記對不對 但是現在是翻轉學習的時代 要筆記 尤其是要那種 以前都有那個成年的筆記對不對 放了越久好像命中率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叫考古題 但是現在其實真的不用那麼麻煩 我相信各位呢 應該都有很多機會現在網路上很發達 你可能看影片也好 找文件 Google一找或是網路上 很多你就會看到有相關的 那 以學習的角度來講 這個是不是就方便大家重複學習 那以老師的角度來講呢 老師只要講一次 剩下的自己回家看 關你上課的時候有沒有認真 那OneNote它算是台灣的一個 就廠商所推出的這個叫翻轉學習平台 事實上世界上現在有很多 那我選擇它只是因為 第一個它在台灣 第二個就是溝通上還有就是 整個功能使用上 比國外很多網站使用起來更加方便 第三個 它目前雖然有付費跟免費帳號之別 但是基本上今年 他們之前經理跟我講到 他們今年應該會就是在公開的這部分 是完全會變成免費的 所以這個對我們一般使用者來講 就比較方便 你也沒有太大負擔 那麼我現在所有的這個課程 其實我都是用在這邊 那另外跟剛剛各位也看到了 其實我上課都會錄影 上課都會錄影 所以錄影只是我進行翻轉教學的 其中一種方法 那我透過玩弄我可以更知道 同學到底有沒有看 看了哪裡 做了多少 因為翻轉教學就是要讓老師跟同學之間 溝通比較方便 我們不是說看你有沒有做 然後要做什麼處罰 不是那個樣子 我們是要知道說 學生學習了哪些東西 哪些他還不會我們去做加強 把它交會才是我們最重要的目的 這個是我們在這個OneNote平台裡面 跟大家先分享一下的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這裡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那其實呢我們要比較有效的學習啊 事實上最好的方法是要先課前預習 對不對 然後課堂上練習課後還可以複習 那麼OneNote呢基本上這些都可以做得到 都可以做得到 那我可不可以問一下各位以前的學習經驗 你有上課前先預習的 你們眼睛都比較大的 好像這四個字跟你 從來不曾擦身而過就對了 對不對 一般大部分大家都想上課時間到了再來 準時到就算不錯了嘛 給老師面子了對不對 遲到五分鐘算是剛好 那其實真的其實課前如果有預期是方便很多 那一般現在我上課我都會先公告 先公告說 比如說我以前是一個禮拜前就先公告 但是我後來發現太快了 這樣同學沒有太大的及時感 所以後來都是前兩三天才公告 不然他也不太會看 那我就會先公告 那當然我們一定會有些同學有看 有些沒看嘛 但是重點是 老師如果問你有沒有看 你都怎麼回答 你看我就知道吧 只是回答了 有的人比較大聲 有的人聽起來就有氣無力 有些人都 有點虛心有沒有 對不對 那老師怎麼 除了用聽的以外 我聽的也只知道 你說有看 到底是看前面看後面看 看中間還是全部都看 還是分不出來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的翻轉學習平台 就會有各位的這種所謂的學習紀錄 學習紀錄 那我們就會比較方便去了解說 到底他看的哪邊這樣子 那麼課堂的練習當然就是 照我們一般的進行方式 一般進行方式 那再來呢課後的複習的部分 one note上呢 其實也有很多的所謂的測驗題 應該說測驗題型 好測驗題型 然後可以來幫助老師就是說 了解一下 你們有沒有很討厭考試 有沒有發現走到哪裡都要考到哪裡 如果用玩的呢 就會比較高興一點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複習有很多種方法 好 像one note裡面 它就有一種提醒叫做練習題 練習到過關為止 你可以答N次 你可以答N次 但是老師可以看到什麼 你第一次的回答過程 也就是說我要知道你到底卡關卡在哪一題啊 對不對 那才是我要幫助你的地方嘛 你只看最後分數一百分還是幾分 那個沒有太大意義 我們重點是整個班級的學習狀況 是 以整個班級來看 是哪一題有問題 哪幾題有問題 以個人來看你是哪幾題有問題 我們增制這個部分去加強 這樣是不是效果會比較好 好 所以這個是在one note部分 他就能夠做到的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其實翻轉學習這個名詞 應該各位應該聽過很多了吧 對不對 所以像這個可漢學院啊 還有這幾個影片 如果你有機會的話 你再回去看就好 我就不在這邊來看 那各位手上拿到的獎益 應該是大概是四張左右 我都騙騙的用而已 我現在比較少用簡報的方式 因為我發現簡報印很多張 所以我大部分完整的資料 我都放在網路上 所以你有興趣的話 再回去再自行閱讀 那沒有興趣的 也不用準備那麼多張 墊在便當下面 這樣有點浪費 好 OK 那我們往下看 這個我就先閱過 沒關係 那麼 各位回去之後呢 您可以像這樣子 我先簡單跟您介紹一下one note 這個 您從這邊進來 進來之後呢 我這邊都錄另外一段 好了 我這邊都錄另外一段 我這邊都錄下